男子倒臥在血破中 消防隊救護人員抵達現場時 他仍以盡奄言一息 鄰居知道發生凶殺案 都爆出來關心情況 男子最後送一搶救 依舊是失血過度而無 軟性死者的媽媽隔天跟親屬 坐在凶案現場前顏面痛哭 大過年的卻遭逢不幸 媽媽悲痛不已 但其實死者跟休閒陽性男子 原本兩家都是鄰居 平日相處還不錯 怎麼會突然爆發衝突引殺機 因為平常的話沒有什麼錯誤 你們之前有吵過架嗎 應該是沒有 面對自己兒子犯下大錯 凶嫌的媽媽實在很錯愕 他說32歲的兒子因為吸毒 平時情緒不穩而住院療養 過年回家團聚 沒想到卻因為鄰居和媽媽開玩笑 被誤會是在引誘勾引惹怒凶嫌 死者常常對凶嫌 常常有一點用言語的虛弱 那加上凶嫌一直懷疑 那個死者跟他的母親有染 不過警方調查死者生前常對凶嫌言語霸凌 因此凶嫌心中早存有不滿 大年初四這天持水果刀跟菜刀 朝死者身上狠狠砍殺十多刀致死 也讓原本該有過年洗洋洋氣氛的社區 籠罩一片滴氣壓 記者張秋華屏東報導